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前线 我是David高敏章 今天又是小弟我独挑大梁 记得9月初我们品化同学请假的时候 各位还记得吗 3363上全 四天 三个涨停 还记得吗 说也奇怪 今天品化请假 全国好朋友们恭喜货问朋友们 感谢品化 我们的3363上全 又涨停了 恭喜大家 恭喜我们朋友们 今天早上10点多就涨停了 3363上全 这股票David不用再多做介绍了 从6月份7月份8月份一直跟你分享到这里 什么叫CPO 什么叫共封装这个概念是什么 如果最近大家很熟能想的叫细光子 上全就是了 那相关的包括Boloway这些股票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不过今天重点不在这儿 重点是 David昨天我们提醒你 3363上全 台北股市跌200多点 他没跌 来观众们看一下画面 今天涨停 昨天的上全台北股市跌了200多点 他没跌 尾盘的杀下去 我说你再留意一下 这搞不好又要发动了 今天3363上全又涨停 刚好最近有一个客户在问David一件事 上全还有没有机会继续上去 往三位数迈进 我很老实跟大家讲 虽然恭喜我的朋友3363上全 当然了 最近刚跟上刚参加的所有好朋友 我们 前几天有稍微捡个便宜 所以恭喜这位 所有新参加的朋友 你也有这一档 但最重要的是 他依旧 只有题材 看不到太多的业绩 所以能不能够一路往三位数迈进 我希望 但 就我刚讲 他是一支标股 也是一支腰股 所以 能不能继续上 欢迎你跟上David的脚步 好 今天节目的重点 不是上全掌停 今天节目的重点是 还记不记得 David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跳功缺口 叫挥达缺口 还记得吗 挥达缺口 各位还记得吗 来看一下我这张字卡 不记得朋友们 9月12号跟你分享的 挥达缺口 台北股市 8月份的买点 跟9月12号的买点 都是接近这条线 昨天 今天早上 台北股市 是不是刚好加全指数 又回到这个缺口 那是不是刚好 我昨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说 不对 你看 台北股市 昨天跌200多点 有联准会 鹰派的言论 有美国政府 关门的危机 昨晚上美股也跌这个 可是你觉得好玩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加全指数 真的太有趣了 加全指数 画面上是加全指数 如果从缺口 一样画这条线过来 是不是昨天低点 跟今天早上刚好 点到这个位置附近 又有买盘 又有买盘 所以说今天上全涨停 我不意外 但今天 有一件事 比上全涨停更重要 为什么美逢这个缺口 刚好就有人买进 刚好股票都上去了 更有趣的是 David跟你讲了一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 还记得吗 我说从8月份到现在的行情 千万不要随便乱用技术分析操作 你会被扒得很彻底 不行来 看加全指数就好 我们来印证一下 上个星期五 David说你跟我一起 9月12号附近买自己的朋友 上个星期五 你应该在这边 就画面上这个 9月15号 先行获利了解一趟 3163 波罗威就这样卖掉了 卖到110元 会员朋友 你都可以做见证 那回来你可以捡 好 最重要的是 这不是刚好加全指数 站上季限吗 David反手卖掉了 妙吧 果然台北股市这礼拜全部回党 又跌回去 还跌破了 怎么David这两天 又开始狂买股票 画面上来来来观众朋友们 包含昨天包含今天 目前你看到 画面上这个K线 大家有兴趣 加全指数的K线 瞄一下 在昨天在今天 是不是跌破几乎所有的均线 短天期中天期的均线全破 月线季线全破 而且越飞越远 就刚好去补那个 回答NVIDIA回答 公布财报财车那次的跳空缺口 那家都后又刚好有买盘 其实过去这个礼拜的时间 是星期五 过去这四五个交易日 全球股市都是利空 对不对 连准会9月不升息 可能11月要升 明年降息会慢慢来 然后那个 昨天David还不是形容 我说 你不觉得Bauer这个言论 就很像那个吗 凶人家但是不会咬人的狗 他不会真的做什么事 但是他会恐吓你警告你说 我没有要降息喔 因为他需要压通膨 所以他不希望市场过度乐观 他更不希望Bauer 更不希望美股大涨 所以他一定会这样讲 可是David请大家反向思考 既然连准会已经快要没有招数了 没东西可以升了 那回来不是要捡股票吗 尤其你上清旧 跟David请卖股票的朋友 你不是该回来捡吗 所以今天上全的涨停是这样来的 而更重要的是 台北股市接近这位置 为什么今天David很确认 这会是一个新一轮的波段开始 波段起涨了 以下几档股票 你很熟 所有看过听过David节目 不用多 过去这五年来 这三档股票 我已经介绍你 讲到你如鼠家争 倒背如流 哪三支股票 首先3661世新 昨天前天大跌 还记不记得本周三 3661世新 創新历史新高 大跌之后 David讲什么 我说世新在补跌 台北股市快跌完了 今天世新要涨回去了 3529力旺 一样是IPC制裁 今天几乎涨停 43創意 怎么今天突然 之前不是说财报财色不好 股价跌得稀里哗啦 今天是起涨点 所以创意 世新 还有3529的力旺 这三支台北股市 股价超过一千两千的高价指标股 又是我们最爱的 从2019年2020年 每年每次送资料 讲演讲会 我都会给你分享的IPC制裁 时至今日为止 我还是跟你讲 这三党 还是台股的领头羊 所以你今天台北股市 David老师 今天加权支出在涨20点 昨天点200点 你跟我说这里有买点 请观众朋友们 按照David的逻辑 你去看看创意 世新 跟力旺就好 当然如果你嫌弃 股价高的股票 不喜欢 对不对 我讨厌高价股 没关系 3363 今天涨停要上圈 前一轮奈临买的时候才50块 到今天 四成了 恭喜观众朋友们 所以当大家一直在思考说 台北股市破底 近期会不会继续往下灌的时候 你还在担心价值数 David带所有观众朋友们 所有忠实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我们已经用涨停板在写日记了 老大人 David今天还要买到一些便宜的好股票 欢迎收看好朋友们 如果你对我们的选股 操作以及逻辑判断有兴趣的 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 这边还在聊一个东西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还记不记得9月20号 画面上这张股票 我请婚人朋友买 我说我那天买到的应该会是破断气涨 9月20号买 昨天9月21号台北股市跌了200多点 我说他连二红 今天台北股市开低走高 我现在涨20点 在我下盘中12点半的时间涨20点 他连三红了 真的没有低点 所以我说按照David的逻辑 这一档股票投信一定喜欢 搞不好外资也大买 但我们运气好了 我刚刚买在星期三 早上的低点 所以你喜欢这种稳健的 有波段实力的好股票的 也关于你跟上 这一档也是台股的指标股之一 好 所以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看 我们再来聊聊大盘 比喻你觉得大盘真的有问题吗 如果你用技术现行来看 今天不要算 本周一到周四连四黑 从站上季线 跌破季线 跌破月线 现在一路往下灌 哇再下去就半年线了 敢这样 还是台北股市今天是买点 我的答案很明显 今天会是波段起涨的一天 对你有兴趣减便宜 买好股票的朋友们 把握机会 跟着David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迎接 第四季的大行情 记得喔 这两天要先买好 不然后面的掌听板你可能会 你不要说可能 很高的机会 你会不会丢 给你做分享 好 那我们继续来闲聊一下 今天刚好平话不在 其实我每次都怀疑 品话是不是偷偷做法 每次他一请假 3363上全就涨停 这我真的怀疑很久了 好啦话不多说 开个玩笑而已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 今天台北股市上全账的股票涨停 它是小股票 影响不大 对不对 它毕竟是个腰股 没什么业绩 它就是个CPO的题材而已 但我觉得更有趣的是 最近跌的稀巴烂的 滑星光 它也是跟上全同一挂的 它也是光通讯CPO的概念 它的股价在这里 4979滑星光 上周四下午开法说 对不对 整个法说 我不能说差强人意 我听完的是一塌糊涂 为什么说他听完一塌糊涂 第一个 人家问你华星光 对不对 跟美国那个M开头的大厂 你们接下来这些合作关系什么 啥都不讲 死都不回答 好那法人再问 有人问了 那今年华星光业绩不错 对不对 活力能力有出来 明年的展望 你知道华星光怎么讲吗 观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 华星光赌了一句 今天年差不多吧 持平 听完之后 David笑了 那你明天不跌停才奇怪了 果然啦 星期五 上星期五4979华星光跌停 星期一再跌停 前两天再跌停 连续三根跌停 昨天破底 诶 上全今天涨停 那华星光 有没有机会 给您做参考 好好思考一下 David刚刚讲的故事 所以说股票市场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 当你看到股票涨停的时候 哎呦你看上全好棒 对不对 今天又涨停了 昨天大的跌他还不跌 很棒 David反问你一件事 那9月5号 David带你买来的时候 上去是连续十几个黑黑黑的 来画面上这个 再度恭喜朋友们 我们从9月5号早上买 那时候50到51之间 我的抠讯 那时候发的 我买到的价钱就是这个50到51 今天73块8所以我们不小心半个月不到 已经40%以上了 40几%自己去算 来观众朋友们 你有看到订阅我们YT频道的 画面上如果你是9月5号早上的朋友 你会吓死 9月5号星期五 星期二 早上9点10分买的 我买之前是12345678910 1112 连12黑 恶不恶心 连12黑 我在连续12根黑黑后 出手买3363的上去 到今天为止 七十趴 蠻好赚的 逼近台北股市 这个月指数的震荡大 但我们的股票依旧表现得非常好 而且 不是只有这一档 是很多党都表现得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说其实你真的还在看指数做股票朋友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可惜 就像我刚讲 过去这段时间从8月到现在 David7月31号叫你卖股票 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叫你卖一趟股票 艾伯已经做三趟了 不过这一次我不做了 因为赚够了 所以说这些好的操作逻辑 我们都会平常在节目上 反复反复的示范 分享给所有 有在收听收看 有在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就希望 我知道坊间大家喜欢那种技术分析 但我还是要强调 3363这种股票 技术分析 没有用 4979滑星光这种股票 技术分析 没有用 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 如果你用技术分析看滑星光 那你现在绝对不敢买 同样的道理 你用技术分析看夹权指数 你过去从上星期五到现在 你觉得被电的惨兮兮 你是最高杀低的 为什么 最近大部分的分析师容易最高杀低 太相信技术分析 不是吗 你如果单纯用技术分析来看 夹权指数上着五 前面低点 因为不敢买 9月12人怎么敢买 哎呀那个怕大盘的破底怎么敢买 9月11日12人怎么敢买 但David说 那你是破断个起早 上去我说 我不知道能够一趟还是两趟 但有可能只有一趟 就还给我们两趟的机会 所以上星期五 短线指数涨太凶 David讲过 上星期五卖的理由是什么 还记得吗 我再复述一次 第一个 像波罗威创历子新高 当然要卖 短线加年指数涨太凶 要减码 要卖一趟 还有因为这礼拜的利率会议 跟他们尊重一下 先卖一趟 我上星期五让你卖的时候 我也没想过这礼拜可以杀这么快 我也没猜到鲍尔竟然会用这样的方式 很比较激进鹰派的言论 在恐吓市场 这个我没想到 所以我没有猜到这礼拜可以跌到500点 但David礼拜五就先卖了 反而到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这两三天 欸不对 我发现这些跌下来的股票 很多都有不错的买盘进场 所以David才会建议大家 你们在昨天不要看加全指数 你们去看David跟你讲的那些好股票 说不准 很多都是破断起涨 今天台北股市以目前为止我看一下 现在台北股市加入指数只剩涨幅14点 你的股票要么大涨 要么半根涨停 或者没有你的股票要么大涨 要么半根涨停 要么像3363的上权直接涨停 更还能为台股的高价指标股IPC制裁 David的最爱 从2019年跟你分享到现在2023年 相信我 明年我还是一样会跟你讲这些股票 因为后面搞不好还有 所以你用David这些推论的过程 你有没有发现操作 其实变简单了 当昨天台北股迪大卖多点 外资疯狂大卖超的时候 David我们自己提醒你 我说内资在进场 你要留意 还记得我讲过的故事吗 今年以来金管会自己的新闻 今年以来 上市会公司从中国大陆 汇回台湾的金额是创历史性高的 我反问各位 这些资金通常会parking在哪里 要么房地产 要么股市 而且有些资金 你还不见得看得到 为什么 这个公开节目上我就不提了 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些逻辑的时候 你再回头我想想 过去这三十几个交易日 对不对 外资卖很大 这两个月的时间 外资卖很大 你有没有注意到投信连续三十几买 投信为什么会这么赶 照理说就我们所理解 外资比较大 对部位比较大 投信部位比较小 外资疯狂卖超是因为美元强吗 最近台币走势弱吗 今天也是啊 那为什么投信 本土法人敢连续三十几买 买的理由无外乎两个 一个布局第四季的好行情 作账作梦行情 这会讲很多次 第二个 难道投信本土法人会不知道资金会回来吗 不知道台股的大咖在进场 他一定懂 所以他会这样买 所以当你看到David Z那股票涨停大涨喷出 你要当做什么 再多好而已 因为只要行情 像不要像昨天点200多点 我 给会儿朋友你的股票 应该是动不动就很容易涨停的 与您做分享 好啦 那今天品话不在呢 我们就闲聊的部分比较少 但是我们多聊一些操作的原则观念 那也欢迎好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订阅我们的YT频道 或者加入我们的like at生活圈 那 节目最后 再次分享给首好朋友们一件事 波段行情 要来了 想买标股的 麻烦各位 动作快 不要再看指数了 看假决指数 不好 昨天让大跌 今天早上的回答 都是好买点 那今天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记得 帮我们按赞订阅 咱们下回见 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